歡迎收聽《紳士國廳新聞》,我是恩宇!以下節目內容,取材自《新紀元》雜誌文章,文字發表於《大紀元新聞網》。 金門島因爲823炮戰而聞名,這場戰爭由1958年8月23日開始,一直持續到1979年1月1日, 差不多過了20年,就在中美建交同一日或上句號。 所以,金門在中美關係史上,亦成為了和解的象徵之一。 但是,30年河東、30年河西,金門有沒有可能成為未來中美關係破裂的開端? 一聽之下,感覺有點匪夷所思。 但仔細想想,背後的端倪就不難發現。 中共現在正面對股、債、樓、幣四大市場利空的全面經濟情勢,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。 但是,在分析中共可能會採取的選擇之前,有個重點必須認清, 中共黨魁習近平不會放棄他過去12年一直努力的政策方向。 習近平自從上任之後,就開始了對私有資本的戰爭, 目的是為了奪回對中國經濟的完全掌控。 因為私有資本在過去40多年的時候,改革開放經濟體系中,已經根深蒂固。 為了在打贏這場戰爭的同時,減少對黨的衝擊, 習近平採取了強硬但又穩步的策略,進三步退兩步。 表面上看,習近平好像經常搖搖擺,但實際上,會看過去十多年的中國經濟變化,就會發現,習近平的政策方向從未改變過。 隨著中國經濟持續下行,官方媒體雖然越來越少提東升西降,但習從未停止過宣揚的,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。 問題是,這個世界上有多少人,特別是西方世界的人,願意與中共成為命運共同體? 所以,如果習想要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,前提則可以是東升西降。 而北京要達到東升西降的基礎,首先就是要完全掌控中國經濟。 所以,在對待私有資本的打擊上,習可能會調整他的步伐和速度,但他不可能會轉頭。 一個簡單的例子是,2023年11月當時,習近平在三藩市亞太經濟峰會期間,請了美國工商和金融界大佬地吃飯,邀請他們去中國投資。 但是,他在與拜登會面當時,又要求美國政府支持中共統一台灣。 問題是,最重要的一點,令到外資撤離中國的主因之一,就是台海緊張帶來的地緣政治風險。 淡樣來說,習的作法究竟是再邀請外資,還是再趕外資? 中共既不會花錢去幫助陷入困境的民營房地產商,也不可能真正採取有效措施吸引正在撤離的外資流回國內。 即是說,中國經濟所面對的長期困境,在市場經濟層面基本無得解。 因為,翻轉頭做計劃經濟正正是中共的政治選擇。 如果發生了不可控制的政治、金融和社會危機, 中共延續他們統治的最後手法,就必然是用軍管。 而發動軍管的最好藉口,就是戰爭。 與美國和西方世界,進入戰爭或準戰爭狀態, 正正就是中共進行全國動員和軍管的最好藉口。 而最可能引起這種狀態的方法,就是與台灣、日本或菲律賓發生戰爭。 如果由這幾個可能性度分析,戰爭爆發的最大可能地點,就是金門、馬祖等靠近中國海岸線的島嶼。 中共如果簡在東沙或南沙等地挑起衝突,也可以轉移國內矛盾的注意力。 但是,這些地方的衝突,都不可能升級到需要在全國或沿海省分進行軍管的程度。 習長任之後,透過外交努力,不斷拉近與俄羅斯、伊朗、北韓、阿富汗、塔利班政權等的關係, 逐漸形成在歐亞大陸上以反美為共同目標的同盟關係。 而且,這個同盟在中共的主導下,用上海合作組織與金磚五角的機制為平台, 還在持續擴大,以及試圖觸覺伸向全球每個角落。 習所謂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空談,它是它的政治路線的最終目標。 對西方世界來說,這條路線的直接後果就是,中共想重新掃造二戰之後形成的國際秩序, 而擋住中共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最大障礙,就是美國。 所以,形成國際上反美同盟,成為了不可或缺的任務。 既然與美國變成敵對關係就是遲早的事,一旦形勢需要, 中共就會毫無故地挑起台海衝突。 對台作戰,就是一個時間問題。 從中共全球策略角度出發,統一其實是個藉口。 真正的目的是佔領台灣之後,控制南中國海, 威脅日本和韓國的國際運輸線,加強對東南亞國家的控制, 同時向南對澳洲形成威脅。 中共之前原本計劃給俄羅斯、伊朗、北韓的盟友先出手在全球各地挑起戰爭, 等到美國忙到無瑕顧及中共的時候,再出手武裝統一台灣,之後看準時機控制南中國海。 這樣,中共就可以在未來與西方世界對決時,佔到非常好的位置。 但西方在新冠疫情與烏克蘭戰爭之後,迅速覺醒,開始與中共逐步脫勾, 因此令到中共面對中國經濟的全面挑戰。 美軍在西太平洋加快軍事實力,日本、菲律賓等國,提前開始幫美軍建立支援台灣防禦的各種設施。 到現在,中共武力統一台灣的計劃,變得越來越渺茫。 因此,中共不得不調整其擴張策略,退而求其次。 首先要鞏固在歐亞大陸上的反美同盟,但中國人過去幾十年已經習慣了西方的技術, 投資和市場資源帶來的好生活,北京需要有一個足夠好的理由, 去港幅中國人放棄西方富裕的朋友,接納俄羅斯、伊朗、北韓, 甚至阿富汗塔利班、白俄羅斯和中亞五國等一批需要接濟貧窮的朋友。 這個變化實在太大,特別是在中國經濟已經遇到大問題的時候, 中共要完成這個任務,就需要一個巨大的契機。 而進攻金門、馬祖,就成為了獲得這個契機最為理想的方式。 這次的《紳士國廳新聞》就到此為止,請記得訂閱、點讚、 本節目《粵語版》部分內容而加入《大紀元》的Patreon 。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! 《大紀元》 喂喂,看完米酒住,記得按讚、訂閱和按鈴鐺,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! 牽ità酬